而台北市有一名87歲的老婦人 他在路口闖紅燈 連續被兩輛機車撞向 全身多處骨折一度昏迷 老婦人大難不死之後 他現在提告 但是這兩名衰撤 其實也告證明婦人違規 被撞時算是走在斑馬線上 但是行人帝王條款並非無敵的 禁定報告就指出 婦人不遵守交通號 這是教士的次因 第一個撞他的騎士 沒有停讓又超速 是教士的主因 都已過失傷害罪起訴 晚上十點多 四五輛機車即將抵達了口時 斑馬線上赫然出現行人 有兩個騎士沒閃過 都撞上同一名婦人 到底誰錯 車型方向是綠燈 行人則是紅燈 被撞婦人跟隨前面的 不明行人搶快 他過了自己卻出事被連環撞 被撞的行人告訴警方 已經沒有印象 為什麼會闖紅燈 而根據警方的經驗 像這種公車站在路中央的路口 行人違規 常常是因為搶搭公車 他看到沒有車子 他就直接過去了 有一部分可能是為了要來 公車站牌 或者是就是想趕快過馬路 闖紅的婦人大量失洗休克 全身多處骨折 先撞他的張姓女子 從頭到腳多處擦錯傷 第二個撞他的 理性男子 手跟肚子受傷 重傷婦人年近九十 還是活了下來 告理性歧視過失傷害 沒有起訴 反倒因為自己不遵守交通耗制 被起訴 罕見的是 富人沒賠錢 就達成和解 理性歧視還告前方的 張姓歧視超速 不停讓行人 才引發車禍 貨賠兩萬元 至於富人跟張姓歧視 都遭到檢方起訴 在刑事宣判前 互相撤告 但民事賠償 要繼續打 因為這個案子不管是撞到人的 跟闖紅燈的行人 雙方其實都是有過失的 所以如果他們不和解的話 最後雙方都會被判過失傷害有罪 與其兩敗俱傷 那他們可能就談個和解 然後大家就撤回 但彼此覺得賠得不夠的部分 就繼續進入民事訴訟 這個叫做一不和解 一不和解 不是全部和解 對於這類案例 警方感嘆 對行人闖紅燈加強執法 常被民意代表反彈 希望民眾看到新聞會警惕 減少違規也減少車禍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太平報道